第五个问题 老法斯说过 古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只有修佛的人往生后才有舍利 而其他宗教往生者没有 古古宗教确实本质上是相同的 这是祝佛菩萨的善巧方便 所以佛的硬化 我们在《大臣经》里面读得很多 它的硬化是随众身心因所知量 不是佛自己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做法 不是 随众众身的 那么众身的根性 千长万矣 不一样 尤其在过去 这个科学没有发明 没有咨询 交通不方便 人与人之间虽然住在这个地球上 老死不想往来 因此呢 每一个地区就有每一个地区不同的文化 形成不同的文化 人必须适合他那个环境才能顺存 所以南方北方东西方就差异就很大 所以就这个文化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 于是淫娱也不相同 那么佛菩萨要度化这种 这个地方有众身有感 他就有意 一定要实现同类身 要实现同类的文化 同样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言语才能交往 于是这就变成很多不同的宗教 那不同宗教是其实是一个发生的一些 这就像摄放三世佛共同一发生 这一个发生 变形出来 众身有感 他就有意 我们学佛 才真正晓得这个四世真相 所以到别的宗教的时候 我们就去拜他的神 他们感觉到很差异 他问我 佛菩萨 你为什么拜耶稣 我说耶稣是 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你们眼睛看到耶稣 我看到释迦牟尼佛 他信耶稣的下 他信摩罕默德的下 我说 如果是站在你们基督教的立场呢 你看我们佛教的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耶稣的化身 有时候都很惊讶了 这事情不就摆平了吗 回教徒看释迦牟尼佛 穆罕默德的化身 不都摆平了 吵吵闹闹闹就没有了 误会各合也没有了 这就变成一家人了 所以要想的 他们讲真神 我们不是讲真神 我们讲发神 讲发心 我们讲发心 心心是变 我们讲发心 一个人生 一个发心 唯心所变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心是一个 不是两个 所以我不但要拜 我还要休息 我休息什么 看看 释迦牟尼佛在基督教讲究什么 对基督教徒讲究什么 对回教徒讲究什么 那我多看过 我多了解了 还有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地方这样讲发 那个地方那么讲发 最后一会议集的时候 原来它都是通的 全都是通的 真的 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 它有前身差 但是方向 目标 没有点一样 那么讲 它这个问道 这个 设立的问题 设立的问题 别的宗教也有 不是只有我们佛教有 但是比较少 你想想 印度教 它就有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有修地与的关系 印度教修地 它修四禅八丁 所以它也有 那么有一些宗教呢 它的目标比较近 你比如说 它求生前 天堂 这个天堂在哪里 玉界天 绝大多数是在套利天 那生套利天就没有了 这个跟我们知识的很近 四王天上去 就是套利天 套利天 上面就是夜摩天 夜摩天以上 都要修一点定功 但是 玉界六层天 上面四层 他所修地定教 未以道地 他虽然是修定 没修成 他如果修成功了 就不再玉界了 他就到色界去 就色界出场 二层三层 往上 那是修成的 没修成功 所以在预界 那么由此可知 预界天六层 越往上面去 那定功就越好 越好 但是没有成就 所以在预界天 这个 就不可能有这个 色力的发现 如果色界以上的话 有 会有这个 所以色力 不能证明一个人 修行的 这个成就 只能说 他有这个 不能保证了 他出三届了 他证这个阿罗汉果位 不可以 就是流入身 都不可以 都不能够证明 往生西方 也不能证明 那什么样的人 往生西方能证明呢 他临走的时候 告诉旁边的人 我看到佛来 记忆我 我现在跟他去了 那是真的 那一点都不假 他要么有这样明白的交代 都不可以说 他是真正的 我生 那么有很多瑞相 瑞相也不能证明 是我生 为什么呢 生天有瑞相 他如果来到人间 人间来世以后 大福报 也有瑞相 大富大贵 他也有瑞相 身体如软的时候 这个瑞相是最普通的 来生的人生 比这一生 你要胜过很多倍的话 有这个瑞相 所以凡是有这些瑞相 可以肯定 他绝不都想不到 这肯定 说他有什么成就 或者往生 这靠不不 这些常识 都必须要懂得 啊